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江生意呢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得最好的就是我们产品的研发 我们每年都投入5%的营收在研发的经费上面是我们一直以来长久的坚持 很多的大型企业其实都已经投入在整个ESG的进程里面了 所以说不管是像是减碳或节能 其实我觉得台湾真的做得非常棒 台湾其实是需要再增加跟国际的认证制度的接轨 比方说是碳交易啊或是碳权的认证 日常生活落实ESG的方式其实有很多啊 那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可以好好选择你吃的东西 因为有很多食物或者是健康食品 碳排放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了解哪一些工厂 它是已经做了碳中和的产品呢 它不会增加对地球的碳排放 那大江生意就是已经做了碳中和的工厂哦 我会跟周遭的好友分享ESG 而且我大部分都会把天下永续会的文章都通通转贴给我的朋友 因为在ESG的这个领域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呢也要很快速的能够去应对 以及内化成自己的一个能力 我想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吸收新知 其实我觉得ESG这个concept 它可以去trigger很多新的机会 或者是新的商业模式 所以其实我们也很看好 然后很期待会有更多的新的产业的崛起哦 我最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响应 世界气候组织的一个目标 那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在未来 不管是环境面或者是社会关怀面 其实都是能够享有一个共好共融 然后往一个greater place迈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